мне 雯介M7迎来了大改款 从外观到内饰 再到智能化水平 全新问解M7 宛若一台全新单品 外观以内饰和底白的变化 我们这期视频 暂时不了 我们只关注一点 全新的问键M7主动安全能力怎么样 华为乾坤之家ADS4到底有多强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实测 不同于以往的测试 这一次我们新增了一些极其有意思 且有难度的项目 你有没有设想过 当你在路上开车的时候 突然狂风大作沙尘暴了 你的车还能确保安全避免碰撞吗 这次我们帮你试了试 为了测这个场景 我们大费周章 准备了好几车回程 看到这里是不是该给我们一个一键三连 OK 我们来看问键M7的表现 首先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轻轻松松 紧接着向上摸高 一直测到了90公里每小时 它都可以成功沙停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就算我们成功沙停 但是在SR界面中 其实也没有显示前方车 直到尘埃散去 障碍车的轮廓清晰可见 SR中才有对应的模型 这是为什么我们先卖个关子 这么有意思的场景 我们也用竞品试了试 接下来我们看看他们的表现 首先是理想L8 我们分别以40公里每小时 和6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 进行了测试 发现理想均不能进行避让 特斯拉同样如此 那你肯定就会有疑问了 都是激光雷达为啥会有成绩上的差异 其实尘埃克力会对激光雷达产生很大的影响 作为主动发出再收回激光的传感器 激光雷达并不能很好地适用在这个场景 全新问剑M7搭载了行业首创的 分布式毫米波雷达方案 能够穿透尘埃 探测到前方物体 它能够很好地弥补激光雷达和摄像头的短板 下一个场景 是我们平时更加常见的暴雨和浓雾 我们先看浓雾场景 在这里再叠个buff 我们的浓雾场景是布置在隧道里 光线环境会更暗一些 难度也会更大 最终问剑M7做到了7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 稳定杀停 理想L8在40公里每小时下稳定杀停 在50公里每小时速度下 连续两次测试均有反应 但还是不能避免碰撞 再来看采用纯视觉的特斯拉 和理想L8一样 特斯拉Model Y在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下 没问题 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有反应 但发生了碰撞 最后就是常见的暴雨环境 关注我们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们测过很多次华为ADS的暴雨AEB 这次新问剑M7怎么样呢 经过我们的测试 问剑M7的最高能够响应的速度是90公里每小时 一般大暴雨天气 大家在高速上也就只能开这个速度了 理想L8的最高速度做到了80公里每小时 特斯拉Model Y在50公里每小时就发生了碰撞 以上的雨雾尘是我们本次针对恶劣天气的专项测试 除了第一个尘埃比较少见 暴雨和浓雾都很常见 主的安全卷完了全方向和全时速后 下一个功夫的方向就是全场景全工况 恶劣天气下仍然能够时刻在线 才能够确保用户的安全 华为在CES4.0上实现了全方向的主动安全能力 这也是M7的最大成绩之一 这次搭载了ADS4 Max高阶版的问解M7 也升级了这项功能 大家直接看我们的实测 另外华为的EAES功能也上了问解M7 放眼整个市场 能够做到这个功能的车型本来就不多 在这个价位就更少了 而且经过我们的实测 像是消失了前车这种典型场景 它能够做到130公里每小时 华为乾坤自驾ADS4 不仅在行车功能上做了大幅升级 主动安全的能力也是行业的第一提对水准 而且这种能力正在释放越来越多的车型 看完这些场景 我想带给你最大震撼的一定还是雨雾沉的应对能力 大家明明已经上了激光雷达 却还有搞不定的时候 而且对于纯视觉玩得最强的特斯拉也搞不定这些 虽然视觉加激光雷达已经能够实现大多数工况的安全兜底 但总有情况是它俩都搞不定的 这时候卷硬件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 虽然我们可能遇不到这些极端案例 但一旦遇到且触发一次 那么这个价值就不言而喻了 有时候想想 其实现在大家做的确实都很不错了 就看谁更卖力的解决 这1%的勾框 好的 这就是本期超级开箱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洪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